画面上这个正在抹眼泪的姑娘 正是大名鼎鼎的戈斗冠军张伟丽 让张伟丽如此狼狈的是一位叫做关阿翠的选手 要说谁是中国最能打的女人 大家应该都会想到张伟丽 作为亚洲第一位读得UFC金腰带的女选手 张伟丽的败迹不超过一手之数 但观众们可能不知道 张伟丽曾经还跨界挑战T拳规则 而且还一路走到了总决赛 这场比赛张伟丽的对手名叫关阿翠 关阿翠从10岁开始便进入少林塔沟武校学习武术 拿过多次全国三大冠军 酷似李小龙的出招和喊叫声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面说到这场比赛是八人战的总决赛 胜者将获得一条冠军金腰带 而对已经身披多条腰带的张伟丽来说 自然是信心十足 综合格斗世界冠军 女子草量级世界冠军 女子营量级世界冠军 韩国TopFC综合格斗女子世界冠军 小胖张伟丽 这场比赛对张伟丽来说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跨界又跨界又三战进入到决赛 比赛刚开始 关阿翠就频频以侧踹腿控制距离 并且利用快速灵活的特点 配合拳法屡屡突破张伟丽的防线 虽然张伟丽试图近身和对手拼拳 但瓜阿翠的拳法同样不弱 一连串的组合拳直接将张伟丽逼退 重拳重腿的张伟丽 面对快速游走的瓜阿翠 无法发挥优势 略显无计可施 给人一种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 对 张伟丽这几次进得不错 这两次 是这个后手 而是有后手跟进 对 两个是正反架战力 对 要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 对 并没有做太多的提身体 对 后手前很快 就抓抢功能力都强 对 张伟丽刚刚有几拳啊 挺实在啊 而且压得压得很快 瓜阿翠不会让张伟丽 太轻易的把自己带到内围的 那当然 一个特别擅长保持距离的 顶尖级的散打选手 但是瓜阿翠这个 这个侧块腿啊 速度是有 动质也有 杀伤力 稍显不够 对 他这个断线呢 确实 顶心 顶心刚刚有一定效果啊 这个顶心 后手接了一个顶心 又有 又有 来到第二回合 张伟丽依旧寻找机会 近身内围拼动 试图给瓜阿翠予以重创 开局不久 几个重拳正中面门 拿得瓜阿翠有些慌 瓜阿翠身指张伟丽 稀狠拳注 高频率的运用侧帅腿 控制距离 并且以全法突袭 快进快出 在拼动中 张伟丽的鼻子被瓜阿翠 以高边腿 剃得鲜血直流 而自己的几次重击 却并未造成 特别有效的障害 对 要把这些腿 起得更麻烦的一些 你要不然 轻轻的起腿啊 对张伟丽 很难有这种 遏制效果 对 张伟丽冲的又猛 对 张伟丽的鼻子 是有点流血 希望不要影响呼吸啊 对 后手拳 后手直接进去了 走 漂亮 一个摔法 这两人今天都很辛苦啊 应该是 打三场 漂亮 后手拳 对 刚才危险啊 这个后手直接被迎击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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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 小头 当然有合适的技术啊 对 很多技术也 必须要挑选合适的技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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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丽现在鼻血啊 嗯 可能 尽量不要做成转身动作 没有意义 又浪费体能又没有太大的实际效果 对 对 对 刚刚最成功的能力不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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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最后一回合 双方都加快了进攻节奏 拼的是更为激烈 尽管关阿翠在先前建立了比分优势 可是张伟丽的实力不容小觑 仍有被重击KO的风险 因此关阿翠一直保持着快进快出的打法 根本不与张伟丽正面交锋 一定还是想办法像这种小零快的选手啊 一定要把他的这个活动范围先限制住 对 关阿翠很聪明 对 对 他有经验多 你看对 对 特到合适的距离 刚刚这个测试的发力其实就发的很熟 对 比赛时间过半 张伟丽的鼻子再次被打得出血 而鼻血会影响到全手的呼吸节奏 因此张伟丽的体能 也是跟着大幅度下降 你看这关阿翠打后手打抢波打得非常好 对 想打心 比赛打得很准 对 好 好 最终结果也是不出所料 国家队大比分获胜 可以看到赛后张伟丽的样子鼻青脸肿非常狼狈 而这场败季也让张伟丽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在失败中吸取经验也是张伟丽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对于张伟丽的输赢 我们在此不做点评 只一句 一个有勇气走出自己熟悉的圈子 去接受挑战的人 只要对心中所想念念不忘 将来 必有回响